講到悲南這個詞 很多人可能會想到天后張惠妹的族裔 悲南族 而悲南這兩個漢字 不只是用來稱呼這個原住民族而已 同時也是一個地理名詞 在台東就有悲南鄉及悲南禮 這兩個以悲南為名的行政區化 但是你知道同樣叫做悲南 悲南禮卻不是位在悲南鄉境內 甚至悲南鄉公所有長達15年的時間 也不在悲南鄉的境內嗎 歡迎來到企鵝交通手札 在上個月台東市區為什麼沒有火車的影片當中 有提到現在的台東車站 或者是俗稱的台東新站 在剛啟用時車站的名字是叫做悲南車站 不過翻開地圖的話 會發現這座悲南車站的所在地 其實是位在台東市的境內 而不在悲南鄉 難不成又是一個名不符實的車站嗎 嘿 先別急著下定論 事實上這個車站的所在地 以前可是位在悲南鄉境內沒有錯 究竟為什麼後來會跑到台東市呢 這次就讓我們來好好了解這段 悲南鄉被台東市蚕食驚吞的故事吧 悲南這個地名是來自於當地的悲南族原住民 然而悲南這個稱呼的由來 則是眾說紛紜 一個說法是為了紀念大頭目Pinala 在傳說中 這個頭目為悲南族建立了典章及納稅制度 逐漸發展壯大 並統治台東一帶的平原與中古地區 另外一種說法則是來自於悲南族語裡 有著集中團結意涵的Puyuma 代表要整合族內的力量 提升防禦抵抗外族的能力 總之這些詞彙後來轉化為Puyuma 作為悲南族的自稱 而現代人又把這個詞 直接用華語音譯為Puyuma 也就是現在台貼Puyuma列車的由來 而Puyuma除了指整個悲南族外 同時也是現今悲南裡旁邊的 南王部落的悲南族語名稱 在清代 雖然清政府針對台灣畫設了土牛紅線 過了這條界線 基本上就離開清政府的管轄範圍 同時也禁止漢人 隨意進入界線外的原住民領域 但是仍有不少人越過界線拓肯 甚至還翻越中央山脈直敵後山 不過清政府對於這類行為 基本上沒辦法有效管理 直到1874年姆南寺事件後 清政府終於意識到 需要將台灣全島納入統治範圍 於是開始了開山俯番 並在後山設立行政單位 第一個被設置的行政區劃 就是1875年的悲南廳 此時悲南正式開始成為 行政區劃使用的名稱 到了1887年隨著台灣建省 為了提升後山的行政能量 將悲南廳升格為台東直立州 直接受台灣省府管轄 其中一位任職台東直立州的支州 是前中央研究院院長胡氏 欸對 就是小時候被媽媽填眼睛的那個人 他的爸爸胡傳 胡傳字鐵花 今天在台東市區看到的鐵花路鐵花村 就是以這位曾任職台東直立州支州的胡傳 或者是叫胡鐵花來命名的 然而台東雖然成為行政區劃的名稱 但卻沒有以台東為名的居落 類似的概念就是現在的台灣 有新北市這個行政區劃 但卻沒有新北這個居落 如今的台東市區 原有的地名是寶桑 在日治初期叫做北南街 或者是北南新街 與原有的北南社 也就是現在稱呼的南亡部落來做區別 一直到1919年 才把北南街改名為台東街 台東從此開始成為了聚落的名稱 在1920年開始實施五周二廳制 這個影響後續一個世紀的行政區劃時 今天的台東市及北南鄉 劃分為台東街及北南區 還有直立於台東之廳的藩定 北南區之後又調整為北南莊 台東街管轄的範圍南起立加西 往北一路跨過北南溪到海岸山脈的 立即立即與富山 而今天的台東車站 康樂車站 資本車站 台東大學這些地方 都並不在台東街的轄區內 但是到了1944年 北南莊被合併進入台東街內 不太清楚當時是為了什麼目的做這項改動 但這卻也是日本在台灣所實施的 最後一項行政區劃調整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 北南又迅速的跟台東分家 拆分為北南鄉及台東鄭兩個行政區 然而這時的台東鄭 比1944年以前的台東街還要來的小 北南溪以北的立即 富剛富山從原本的台東街 蓋化進北南鄉裡 而北南這個聚落 也當然是化在北南鄉的境內 到了1970年代 隨著板橋鄭、桃園鄭、豐原鄭、鳳山鄭 這幾個縣政府所在地的鄉鎮 因為人口突破10萬人 得以從鄭改制為縣霞市 台東鄭也在思索如何才能獲得改制的門票 要知道當時台東鄭的人口也才7萬多 人口增長的速度又剛好放慢下來 如果純靠人口自然成長的話 可能要再過20年 才能到達改制為縣霞市的10萬人門檻 於是台東鄭這個時候想到一個妙招 反正依照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的規定 只要滿足10萬人的人口就好 又沒限制不能用什麼方法達成 不然就乾脆跟鄰居要一些人過來好了 可是民眾又不是說要求他遷移戶口 他就會照單全收 既然如此 那就把這些人腳下的土地給搶過來 土地登記的行政區改了 戶口所在地也自然而然的就會變動 這樣不就能湊齊10萬人了嗎 而台東鄭的地理環境 東邊領海 北、西、南三面都被北南鄉環繞 所以好像只能從這個唯一的鄰居 搶一些土地過來 就這樣 在1974年原本北南鄉峽下的北南、南王、閻灣、南榮、富岡、枝本、建興、建河、新元、豐田這10個村 大約3萬的人口就被劃進了台東鄭的轄區內 讓台東鄭在兩年後的1976年時得以升格為台東市 諷刺的是 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在5年後的1981年再次修訂 增加了縣政府所在地可以改制為縣霞市的條款 而這項規則完全不用看行政區內的人口數字 也因為這樣 當時人口連3萬都不到的太保鄉 因為是新的嘉義縣政府所在地得以升格為太保市 一直到今天嘉義太保都還是人口最為稀少的縣霞市 北南鄉畫出10個村給台東鄭後 不僅讓自己轄內的人口從原本的5萬7腰斬到只剩2萬7 鄉內最精華的幾個聚落 像是北南、南王、枝本也跟著被送出去 不僅包含了觀光旅遊方面相當知名的富岡漁港 還有北南車站、康樂車站、枝本車站這些重要交通節點 這次的行政區化調整讓北南鄉自己元氣大傷 而原本鄉公所所在地的北南村 居然也在這波改化名單當中 使得北南鄉公所在這之後的15年間 竟然都位在台東市的境內 一直要到1989年 才終於從北南裡搬遷到太平村 再次回到北南鄉的境內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 即便台東鄭從北南鄉挖走了精華區及大量的人口 得以改制為縣霞市 但很難說台東市在這之後 有因為這樣獲得顯著的發展 甚至後續也同樣難投人口下滑的危機 而且在地方相關制度的法規上 同樣屬於縣所管轄的鄉、鄭、市 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實質的差別 依照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的規定 各個公所的組織與員額的分配 完全只以人口數作為基礎來計算而已 不會因為名稱的不同 就影響到預算分配的多寡 台東鄭或許靠挖來的大量人口 而能夠獲得更多的行政資源 但名稱是叫做台東鄭還是台東市 卻反而對這件事情不會有太多的影響 就可能只是名字好聽了一些 往後的台灣 就再也沒有這種鄉鎮為了改制為縣霞市 而從鄰居挖走土地的情形 即便是市區範圍早已涵蓋到隔壁兩個鄉鎮的宜蘭縣羅東鎮 也並沒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然而還是回到前面所說的 名稱是鄉鎮還是市 對於行政資源並不會有太多的影響 行政區化的設定 應該還是要建立在符合民眾習慣 及生活圈的概念上較為合適 不曉得大家怎麼看呢 歡迎在留言區分享給所有人知道 最後也別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知道 台東市能夠改制為縣霞市 居然是靠著鄰居被南鄉的犧牲奉獻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